一样的明星 不一样的内心独白 最珍诚的声音 最动情的故事 最期待的新作 最轻易的距离 都将首次发布分享 这里是非常6加1特别制作 非常新发布 我爱你中国 有一盘卡带放进去 突然你们出来的声音 是我爸爸的时候 我跟我妈妈两个人 都就是泪崩了 一路奔放 满山腰 在去的路上 就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 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你靠谱吗 我要对你多好 你要按我多少 有请发布嘉宾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春天梆过的羊羊 我爱你秋日惊慌的说话 我爱你轻松极致 我爱你红枚品格 我爱你强强地牵着 我要的美好 谢谢大家 那这里呢是中央电视台 非常6加1的特别节目 非常新发布的现场 那前面刚才开场的时候 唱给大家这首歌呢 就是名字叫做我爱你中国 我想这首歌是我跟大家认识的第一首歌 也算是一个敲门砖 这首歌能够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快乐和感动 也能够让大家在电视机前能够认识我 喜欢我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也表示非常的感谢 谢谢大家两年以来的支持 当然了 我们这个温故还是要知心 那刚才听了一首老歌 我今天来的呢 到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来告诉大家 我发新专辑了 新专辑长什么样子呢 让大家来看一下 这张专辑这个封面 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橙色啊 那在这张专辑的这个左上角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下滑线 还有个样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 跟大家互动的一个平台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一张专辑它制作啊 其实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表达 如果是再加上我们在场的所有朋友 甚至于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 如果听过我这张专辑 再给我一些反馈的话 我觉得才算是真正的去完成了这一张专辑 那我在这里呢 其实今天我也带了一张专辑过来 我想把这个专辑呢 也送给我们的今天主持人 朱迅姐姐 待会呢 你也给填一个空好不好 对 让我们来知道 你的心目当中 平安或平安的歌 是什么样子的 商量一下啊 我觉得在这个 您填的这个时间当中呢 那我们不妨先来分享一下 各地的歌迷 或者是一些听众 他们对我和对我的歌是用什么样来评价的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第一个是什么样呢 小样 嗨 这里我觉得肯定编导挺坏的 没想到把这个第一个词用了小样 行吧 那就我们就用这个小样来开场 其实呢 我到各地以后啊 有很多歌迷 他们都会来给我这样一个评价 就说 小样不帅 但是呢 还挺招人喜爱 其实我呢 倒并不是非常排斥这个说法 那我是觉得 如果是大家真的跟我一起闭上眼睛 再想象一下 哎 一个人瘦瘦的 然后白白的 有个大光头 那个两个小眼睛上面呢 还挂着一个黑框眼镜 还有一个一直在微笑的小笑容 当你把这个眼睛睁开的时候啊 哎 活脱脱不就是这个人站在这儿吗 对 那我是觉得呢 这个所有的特征当中啊 这个光头应该算是我的这个 最大的一个特征 这个我外婆她上次拿iPad 在看我的这个微博呀 还有这个贴吧之类的 她在看张照片 她说 哎呦 现在这个买鸡蛋都非常考究啊 鸡蛋上面每一个鸡蛋 都是拿一个小塑料袋给套起来的 我还愣我说 哎 哪家鸡蛋这么有机会环保之类 图片一打开一看 哎 对 又像这头一样 原来是我这个小人偶 呃 在这个时候肯定大家肯定会问了 那你头发到哪去了呢 我在这里呢 就是啊 准备了一些大屏幕 我们看一下 我长发的这个样子 好吧 那刚才大家看到了这个长头发的平安 你们觉得是现在这个样子帅 还是以前的样子帅 真会说话 其实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呢 在组乐队啊 那组乐队呢 其实那时候大家会觉得 留长发 有这个长发呢 是表明一种摇滚态度 表明一种最生活的一种看法 但是呢 这个长发对我来说非常难打理 因为我是卷发 到木书啊 也非常非常难打理 拉一拉不动 后来我一气之下呢 就把这个头发给剃了 那没想到呢 我把这个光头给剃掉之后呢 把这个头发剃掉之后啊 我把这个头发剃掉之后呢 我的朋友他们都说 哎 其实你这光头头型还真不错 而且呢 做摇滚的 其实要不就是长头发 要不就是光头 最后呢 我就一直剃吧 剃吧 剃吧 好了 整整十年 我就一直保持这个光头的状况 而且呢 在这十年到 好 那刚才讲完了这个小样啊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下一个歌迷 他们主要填的比较多的一个什么样 别样 那我 我听到大家说好的时候 没有听到大家用俯视去喊好 来我们来试试干啥吧 我们一起再整 一起整齐说一遍好 好不好 用不得俯视呼吸法 来 吸好气 一二三来 好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说我们这个什么什么样 好 其实啊 说到这个字 这个又是乐样 又是乐样 那这个字呢 非常高兴 是我把这个专辑送给 变流念老师的时候 他给我提的这个字 他说啊 这个字可以 一字双音 那也可以说是乐样 那乐样呢 就是音乐的模样 那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啊 就是 乐样 快乐的模样 大家可能都会说平安 为什么唱歌也是在笑 然后平常这个 说话也是在笑 那这个当中呢 其实我要非常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我的父亲 爸爸算是我的这个 启蒙老师 音乐上启蒙老师 因为小时候 他喜欢拉拉小提琴啊 我妈妈嘛 又喜欢唱唱跳跳 所以说家里面呢 基本上音乐是不断的 那时候小时候 我就跟着爸爸一块去拉小提琴 但是呢 我一直觉得小提琴这个东西 应该是女孩拉的吧 然后呢 又觉得小提琴非常难拉 自从自从我离开四川 回到上海以后啊 我就再没有去碰过小提琴 我觉得弹吉他比较帅 因为做乐队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都是玩吉他的 那这时候呢 我就非常兴奋的 就是背着吉他 回到四川 跟我爸爸说 我说爸爸 我现在学吉他了 这个吉他要比这个小提琴好玩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自弹自唱 小提琴你弯到 弯到脖子在那拉的时候呢 唱起来是很累的 就希望我爸爸也能够跟我一起学 我说多像多样乐器 那我爸爸那时候就跟我说 有什么好学的 只要是会拉小提琴的人 吉他学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对我来说不屑一学 那当时呢 我非常沮丧 我觉得哎呀 好不容易 我推荐一个乐器 给我爸爸学 但是我爸爸呢 他拒绝了 后来呢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其实后来我爸爸去世了 去世之后 我跟我妈妈两个人 在房间里面去 整理一些家具啊 还有家里面一些东西 那我们在编理东西的时候呢 就在编听这个卡带 当有一盘卡带放进去的时候 突然 你们出来的声音 是我爸爸的时候 我跟我妈妈两个人都 就是 泪崩了 我爸爸呢 他就在这个卡带里面说 他说 我儿子叫我学吉他 我一直没有学 但是呢 我非常支持我的儿子 做这个音乐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唱 所以说呢 我就 录了一盘卡带 自己自弹自唱 希望这个卡带呢 能够鼓舞他 去走这个音乐之路 所以说 可能大家如果 很多歌迷朋友 他们就是熟悉我的话 我说有一首歌啊 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那个 琪琴那首歌叫狼 因为我爸爸 他就在这个卡带当中呢 就唱的是 这首狼 非常可惜 这盘磁带呢 因为保存关系啊 现在很难去播放 然后声音音质 都完全不对了 但是呢 我可以从我爸爸 这件事情上面呢 可以感受到 他对我音乐支持 而且呢 也非常乐观的 去面对这些事情 特别是因为 这个弹吉他唱歌 这个事情 是在他生病的时候 去完成的 那后来呢 谢谢 后来呢 其实我也就把这个想法 去衍生出来 就比如说 在很多的一些场合 情况下 很多歌迷会要求 求合影啊 要求就是 要多说几句话呀 那其实我后来 跟我的这个 经纪人团队 还有我的同事也在说 我说大家都已经 喜欢我这么多年了 他们喜欢的是我好几年 那我 花一两分钟 去跟他们拍个照片 去多说一些话 作为一个回馈 能够让他们 快乐很长一段时间 那这个事情 也是合了不为的事情 所以说呢 我希望 我们在场的各位朋友 也都同样能够 用一种快乐的心态 一种待人的心态 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没有什么事 是过不去的 熬一熬都能过去 好 那 下面呢 其实有首歌 我想还蛮能表现 这样的一个状态 既快乐又淡定 名字叫做 云淡风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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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着每一段路前行 生命中所有拥抱和相遇 云淡风轻 是归途中最美的心情 你的眼睛 点燃了现实和梦境 云淡风轻 下个轮回是否能提醒 你的身影 和那淡定的表情 谢谢大家 我想想 我说这么多唱这么多了 朱星姐你填好没有 再轮到你上场了 我说的口干舌燥的 来 邀请我们的朱星姐 唱得好不好 真好 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听你唱歌会有一种心潮澎湃 又格外快乐的感觉 我今天明白了 应该是乐样 真的 乐样 乐样 对 那你给我看 可以给我看了吧 我写的是花样 对哈 其实我想 我觉得这个花样 如果是对我自己理解的话 年轻吧 花样年华 说明我 我倒不是说你有多年轻 但是我说的花样 它有 它有上海男生的那种俊浪 清秀 另外有一个花样 就是我对你的极为不满 为什么我说对它极为不满 它有很多花样没拿出来呢 它最近当主持人了 你们知道吗 它竟然抢我们的饭碗 你好好的唱歌 当什么主持人呢 我抢不了你饭碗 你是电视主持 我是电台主持 你主持什么节目啊 我特想知道 音乐节目吗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文艺之身 FM106.6 为您播出的时光电影院 我是平安 做电影节目 其实是推荐电影音乐的 那接下来 你能不能当电视节目主持人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 就是你记忆力必须好 我说一遍 你听好了 瞬间就重复一遍 好吗 好 三二一 好在这里还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 以及央视综艺 或者是扫门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互动了 回来 电视节目主持人 听一遍就得来 来吧 您能打来一遍慢点吗 好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咱俩做搭档怎么样 这行 这行 各位观众们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6加1的特别节目 非常新发布的现场 欢迎大家的光临 那在这里还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是你们对我们的央视节目感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们的央视综艺 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我们当中了 还是那句话非常新发布 不一样的 明星发布 我看行 我一定找一个机会咱俩搭档一下 行 好吗 还是有要求 先把我搞水一下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下一个环节吧 真心话大发布 本节目是由八心八剑 好钻石金嘉丽钻石作家 特于拨印的 有很多朋友给你发来了问题 看看有什么难倒你的吗 来一起看一下第一道问题 哎呀 原来什么时候谈恋爱呀 总一个人飘着瓶盖们很着急呀 瓶盖是谁呀 他们 哦 你们都是瓶盖是吗 你是瓶身子 使精拧伤都是吗 这个 就是平安嘛 歌迷叫瓶盖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平安的声音不是盖的 没盖都不行了 确实是这样 哎呦 看得出来 你在这些 这个歌迷心中 有什么样的位置了 你想找一个 什么样的呢 我我 你记忆我问吗 你要不问我 就是因为我没想明白 我要找什么样的 所以说到现在一直在飘望 那你想象当中 想象当中吗 其实我是觉得吧 就每个女生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了 每个女生都有她的优点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 其实我可能更看重的是 她对一些家庭照顾 因为对我来说的话 因为像现在一样状态 可能以前不是啊 那时候谈女朋友的时候呢 女孩就说 你给我 你谈过是吧 是 我不是阿弥陀佛啊 当然谈过 然后呢 那时候女朋友 她会跟我说 她说你爱我 就真的只有爱我这颗心 但是呢 你还没有能力去 承担这个家庭的一些责任 因为她觉得那时候 我做的这个职业呢 可能并没有太多 没有把你当作个潜力股啊 没有太多的 没想到这是个潜力股 对没想到这是个潜力股 那反而呢 现在呢 是另外一种状态 可能另外一种状态就是 可能现在你已经有一定承担了 你已经有这个 可以承建家庭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实力了 但是呢 反而现在时间少了 你要陪伴家人的一种状况呢 就是没有像以前 可以有那么多时间去做两个人可以做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可能如果是我要谈朋友的话 可能希望我的女朋友她能够为我的家庭 或者是为我像妈妈呀或家人啊 去分担更多的一些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 我能够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忙我的事业去冲 然后呢 这样的话可以有后面非常大的一个依靠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希望找一个顾佳的女 是吧 以家庭为重的一个女人 是 其实我这儿是特别想让你给我唱首情歌 如果把我们当成你的女朋友 我们啊 你会唱一首什么样的情歌给女生听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从今以后 你会是所有 幸福的 利用 哎呀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 你能在你爱的女生耳边唱响这首歌 特别美妙的一个事情 真的 来 看看下一道问题有没有 难倒你 平安一夜成名后 收入应该也不菲了吧 挣的钱打算怎么花呀 娶老婆你管着吗 这就不说了 娶老婆的事另外说了 你发了这张专辑了 挣的钱怎么花呀 目前钱还没到手 然后再说 是这样的 其实我做这张专辑最初呢 我曾经说过 就每卖出一张专辑 我会当中有一块钱 用到就是我去过的那些 留守儿童的那些地方 希望能够真切地去帮助到这些留守儿童 如果是这个钱不够的话呢 其实我可能自己再去补足一份 那像对这些孩子 我一直 我没想过要去给他们买些书包啊 或者是书啊 这些 大家可能想到的一些东西 我反而希望呢 就是把这个钱 用在一些 志愿者的身上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去做一些支架 做一些志愿者 但是呢 他们去的时间不够长 那会可能短短几天 或长时间 可能一两个月 可能他们呢 更多的去受教育 但对当地孩子来说的话 不够系统 不够完整 那我觉得希望这个钱呢 可以让这些志愿者呢 愿意就是 在那边多待一段时间 一个学期 或者是一年 我希望就是 那些志愿者们 他们能够去带一些 让他们学习到 能够在当地 因地制宜 去发挥他们特长的地方 比如说我去的大兴安岭 那边只有林业 那我希望就是一些 跟林业相关的一些人才 可以过去 告诉他们 如何去利用 当地的一些林业资源 去发展一些畜牧啊 或者是如何去培养树职啊 让他们更早的去 能够利用当地资源 去发展起来 建设自己的家乡 这样的话 我觉得其实每个地方 最后都会变成大城市 这个是一代一代的 更好的东西 没想到平安这么年轻 想得这么远 这么周到 我觉得 我有点后悔 不应该写花样 如果我刚才听到了这份话 我会换上另外一个字 那就是榜样 谢谢 谢谢 真的希望平安的这种正能量 能够感染到更多的人 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榜样 说到这儿了都没难住平安 我也不想再难为他了 今天平安来到我们非常新发布 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布自己的新作品 是 我们一起来看看 谁为平安来推荐他的新作 让我们掌声欢迎推荐嘉宾 我也是小瓶盖 你们好 你怎么会来给他做推荐嘉宾 他是我的节目的常客 我主持的那个全球中文乐榜上榜 平安到目前为止是这个节目当中 拿过第一名歌曲最多的一个歌手 三次了 太牛了 你对他就没有任何抱怨吗 他现在都做主持人了 真的 你赶快去唱歌吧 没问题 我没准备 不行 你来跟他 我已经想抢他的饭碗很久了 欧月你总算给我们出了口气 所以我们俩唱的丰富多彩 听听好不好 来 有请平安 人主意 好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 那时日青春 土芳华 神正 云宫 将花开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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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幻花,幻花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路芬芳 满山山山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一路芬芳 满山山山 真不错 能抢走吗 听到什么说这碗能抢走吗 我抢不走 抢个勺也行 今天啊 咱不在台上 砸场子 没关系 今天鲁玉来 最重要的是要推荐 平安的新作品 来 接下来隆重的 请致推荐词 有请 这个平安呢 我一直都认为 他的声音 一定是被这个 神仙亲吻过的 因为他的声音呢 就真的是毫无杂质 而且呢 每次听他的声音的时候 都会让你觉得 你的心里充满阳光 当他送给我 这个新专辑之前呢 我已经跟他发出了 要求很久了 我就说 能不能赶紧出新歌 让我听一听 后来出了专辑 他马上就给了我 这个专辑 一直就在我的车里 循环的放 我一直都在听 他的很多歌 都非常非常好听 但是我还是偏爱 在舞台中间 就是 我估计 朱迅听了这首歌以后 也会非常非常的感慨 所有对 在舞台上站过的人 听了之后 我觉得就是 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当然 其实也是唱给 各行各业的人 在舞台中间 每一个工作岗位 都是你自己的舞台 所以我觉得 满满的正能量 一定要支持平安 我们可以做到 对不对 谢谢 那接下来 请允许我 邀请平安 隆重地走上 八不台 至 八不辞 有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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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平安 一直以来呢 做我喜欢的音乐 这是我一个非常 纯粹的梦想 那今天呢 我带来我的新专辑 其实是一个梦想 到理想 到想法 一一实现的过程 其实我这张专辑 并没有去设定 特定的一个概念 但是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 年轻 希望大家都能够 喜欢我这张专辑 而且我这专辑呢 并没有真正的完成 如果是你能够听完 这张专辑当中歌曲 希望能够做这个填空题 来给我一个回答 我们共同去完成 这张专辑 好吗 谢谢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 平安的星座 在舞台中间 一起 每次闭上双眼 每次在舞台前 付出着感动 在我心中一直不停出现 每秒心跳中间 一直都感动无限 每一张可爱笑脸 每一句爱的誓言 总让我有勇气 可以去一直不断向前 每一份你的心愿 一直都在我身边 因为你给我生命最大勇气 去向前 即使困难 我也会一直追寻 不停不退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I see the light there I feel the love here I wanna you can hear my voice 在舞台中间 是你给的爱 是你们的爱 鼓励我永远不停歇 不害怕艰险 是你给的爱 是你们的爱 努力我永远不停歇 不害怕艰险 在舞台中间 在舞台中间 有请发布嘉宾金池 是你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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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上也未央 来往的人多匆忙 我不要太紧张 和别人一模样 但是你对我望 两只眼睛大用亮 我开始失去了抵照 风吹的路好长 一颗星光摇晃 多想找人陪我逛 累了睡在马路上 表面上分倔强 其实内心比吞藏 怕自己爱得像太阳 雙重藏的一把火 黑 这种日子不看过 那样的悲伤 把承诺交给你 把微笑当自信 却怎么也抓不住你 对你爱爱爱不爱 我可以天天念念念念到永远 so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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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不愿意思思 这些局面对你 啊 耶 爱爱爱爱爱不完 相爱 原本 总是这么难 这么难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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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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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爱爱爱爱爱爱不完 啊 相爱 原本 总是这么难 哦 哦 哦 耶 欢迎大家收看《非常6加1》特别节目《非常新发布》 我是金池 啊 可能 在场 在场的很多朋友是从《中国好声音》或者是直通春晚的舞台上面认识的我 很多人都说啊 金池有很特别的声音 或者是啊 他直接就说他是一个情感歌者或者说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唱歌这件事情是属于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 而我呢最喜欢的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分享每一首歌背后的每一个故事 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我的两个故事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是关于梦想 我从小生长在福建省福亭市的一个小乡镇叫秦宇镇 从小我记得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一一压压的学唱歌 我还没有学话就先一一压压的学唱歌 虽然我从小到达小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很多比赛也拿了不少奖 爸爸妈妈看着也特别欣慰 但是在他们的眼里所谓的生活过得好所谓的好好过 实际上就是一个女生找到一个非常稳当的工作 然后找到一个爱她的人跟她结婚生子 然后幸福的过一辈子 这是他们眼中所谓的幸福生活 所以呢在我报考志愿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说你去报考师范校 当一名老师一定非常好 这个就是我在当地学校带着我的学生 那时候是我的第一批学生大概是四年级 所以我每天就是骑着自行车 朝九晚五的按部就班的过这个教师生活 大概过了三年多 这是我爸爸妈妈甚至是所有的家长 梦寐以求的自己女儿的这种幸福生活一直过了三年多 但是我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声音 在跟自己说我要出去走走看 我一定要当一个歌手 我的梦想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职业歌手 一直到九九年的时候 我终于下定截心 我说服了我爸妈说你让我出去走走看 不然我这辈子就一定会后悔的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一定会后悔的 然后我就出去了 到了广州 我开始到一个流行音乐学院 叫陈晓琪流行音乐学院 的一个培训班里学习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期间呢 我的成绩非常好 而且我那个对唱歌的莫名的热爱 以及声音里的特质 就被老师发现了 觉得她是这个小女孩 是一个可塑之才 所以就把我介绍到了唱片公司 我就正式成为了一名签约歌手 01年到02年就开始灌录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唱片 这张唱片的主打歌叫痴心不改 干脆我趁现在我来唱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好我们来听听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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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 说爱与不爱 都是老天安排 谁来捡补你带走的伤害 换我的未来 天黑思念就像你张望 站在中央泪水流在两旁 你把爱在我心中点亮 又拒绝了我所有的期待 也许是上天安排 既然幸福已固定变成伤害 你用微笑断送我们的将来 只留下悲伤排山倒海 世界太苍白 时间欺骗了等待 说爱与不爱都是老天安排 谁来填补你带走的伤害 换我的未来 谁来填补你带走的伤害 这些想法看不到的未来 因为为什么呢 在我02年的夏天 我所有专辑里面所有的歌 全部完成了之后 老板就说 我们去拍一支MV吧 我说好啊 我就把我家里所有的漂亮裙子 漂亮衣服 装在一个背包里面 跟着那辆拍MV的车 我们就出发了 可是在去的路上 就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 我是被他们担架抬起来的时候 疼醒的 然后呢就发现 哎我的嘴巴怎么漏风了 手里摘着一颗门牙 原来我转车撞飞了两颗门牙 这个车祸让我们的公司 以及我的家人 都陷入了非常极度难以言喻的困境 公司倒闭了 再加上我的父母 因为我录这张唱片 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 拿出银行的房贷 让我去做这张唱片 就欠下了三十几万 将近四十万的外债 我在医院里躺了不到一个礼拜 我后来有媒体朋友问我说 你当时想什么 你是不是特别绝望 你是不是特别沮丧 你是不是觉得老天对你特别不公平 我说根本没有时间想 我当时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爸妈怎么办 我的家人怎么办 因为我欠下的那么多外债 怎么办 全家人的收入 在当时只有两千块不到 他们没有能力去还这样的巨额债务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唱歌 我当时唯一的本事就是唱歌 唯一能赚钱的就是唱歌 我就戴着假牙套 顶着额头上的伤 我就在各大酒吧去跑场 我从一场50块钱开始跑 跑到后面觉得小有成绩 大家给你涨点价 100块钱 100块钱跑到150块钱一场 记得有一年春节 我把爸妈接到广州来 我想让他们过一个好年 然后妈妈想听我唱歌 我就用骑着摩托车 载着妈妈 大连三十在各大酒吧抛唱 我说我想要唱歌给妈妈听 妈妈其实想开心 其实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们心里面压了太大的一块石头 我们回到家 回到我那个广州的出租屋 看到爸爸就是 永远都是一筹莫展的那种表情 然后他说 哎呀这个日子怎么过呀 回家怎么去交代 怎么去还那些债 然后我说 我说爸妈你们过来 你们坐好 你们坐好我有话跟你说 然后我就跪在他们面前 我说我发誓 我一定要让你们过上 扬眉吐气的日子 你们相信你们的女儿 我一定能做得到的 然后等爸爸妈妈回到老家 回到福建老家 我就开始联系 我把我所有歌手朋友的通讯录 全部调出来 我跟他们说 从今天开始 只要有演出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要赚钱 白天黑夜的跑场 这样久而久之 我发现我身边的小伙伴 就是那些歌手同事 以及我自己 甚至我自己都 养成了一些很不必要的 一些唱歌上的坏毛病 怎么办呢 我需要有进棚入唱的机会 所以从04年到 一直到09年还是10年 我总共发了9张唱片 9张中文的 英文的 甚至有中国各地的民歌 我就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告诉我的爸妈 我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 我没有离这条路很远 我一直都走在这条路上 在这个时候 好声音来了 所以我觉得老天真的是 他知道你在做什么 好声音其实出现的时候 我对这件事情 对好声音这件事情 是完全抵触的 但是在我身边的我先生 他就在我耳朵里说 你要不要试一下看看 说不定它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可能会让你实现 你心中的那个愿望 如果没有他的旁边的鼓励 跟支持 我可能不会走到那个舞台上 一起来看看这段VCR 我不要再继续 你不要每天每月每面漂亮 我都要对你都要对你做好 你都要爱我多少 要有你才完美 我全部你才完美 既然不容的天真和温柔的天空 要留给深爱你的人 谁在等我 我在等着 谁 这页就是老天给我的礼物 中国好声音在2012年的夏天 让我在一个很魔力的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 然后呢 我想要说的是 我特别感谢我的先生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 为他唱一首歌 今天我想要送给他一首歌 心在跳 我眼睛看不到你的需要 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激动 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遇到 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 我要对你多好 你有爱我多少 有什么重要 也许答案你走过天涯 还就最后才知道 听了见你心在跳 最重要 最重要 我要对你多好 你要爱我多少 有什么重要 这首心在跳 我趁今天这个机会送给我的先生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支持 我真的不知道现在是在干嘛 我觉得很庆幸是自己没有离这条路太远 可能有一些迷茫 也可能有一些沮丧或者甚至是非常绝望的时候 但是我一直都在这条路上 我觉得我一直都在为一个舞台做准备 所以我感谢生活给我的一切 感谢当年那个勇敢的自己 今天我是第一次这样自说自唱的在这个舞台上面 其实真的很紧张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邀请一下今天真正的主持人好吗 我特别紧张 我特别紧张 他是一个暖男是不是 我听到那段 就是你跟你爸妈的那段告白的时候 我都流眼泪 他都拿纸给我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超级暖男 我们能把孙叔叔邀请上来好不好 来来来来 你必须得站在 静止站在我们俩中间 这样比较安全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你靠谱吗 你靠谱点行吗 你并不知道他是谁 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是个歌手 他也没用照片 他只是一个卡通图案QQ 万一不靠谱怎么办呢 刚好你说的这个暖男 他是个很好的倾听者 所以你并不是因为他的歌声爱上他 对 他不是看到你在舞台上的这份光线而爱上你的是吗 他并不知道我是个歌手 那时候 他也是唯一一个不是因为我的歌声爱上我的人 对 那么走到一纸 也是一面特殊的颜色 在家里谁做饭 你做饭吗 他做饭 对 你确定吗 对 哎呦 这是在做什么 锅里是卤肉吗 对对对 哎呦 你知道我超爱吃台湾卤肉饭 我一下飞机我就会跟他说我落地了 然后说差不多什么时候回来会跟他说 然后他就开始计划要做什么吃的之类的 真的 我偷偷告诉你 当年我老公也是用这手把我买的 但是但是结婚那么多年他还能坚持 都是他在做 我们俩的分工就是他做饭我洗碗 就是吃完以后碗我来洗 咱们两家是一样的 真的 那真的是典型的暖男 好的再次谢谢 谢谢孙叔叔的这份温情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把真心话大发布 本节目是由发心发现好钻石 金嘉丽钻石 独家特约播映的 知道今天金池来啊 我们看看朋友们发来了怎样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前段时间看你做了冰桶挑战的工艺 哎呀 是做秀吗 你做了冰桶挑战吗 有 我接受了两个挑战 真的 做不做秀 我觉得只要自己心里无愧就好 因为确实 当时确实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为了见动症的病患者 来关注这些病患 然后让他们送 给他们送去温暖 亲自体验那种见动的那种感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最近社会对待人士都在关注的 见动症的情况 其实在全世界每天 建筑症病患一直数量都在增加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工地 是因为这个工地正好需要用水来降成 所以在这里我接受 秒拍及UCCEO 余永福先生的挑战 我希望大家除了关注我的音乐之外 也可以跟我一起来支持工地 你们愿意吗 愿意 这第一桶是代表我矜持工作室来接受秒拍的挑战 开始 开始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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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好吗 好 好 我接下来还要 以我个人 代表我个人来接受 余永福先生的挑战 对不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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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向小天看完了之后 我觉得 其实心里还是 啊 挺刺痛的 我们不说冰冻挑战这个事情 是不是 值得推广 但是真的 广大的朋友们应该用各自的影响力去引导大家去帮助他们去支持他们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些朋友这样如此幸运 能够享受如此美妙的生活 好吗 我们用掌声为他们加油大家 我们看看下一道问题 车祸后你的声音好像更有质感了 有人说这是因祸得福了 你怎么看 我觉得 这就是老天给你的考验 就是你 你看你 呃 是不是能够跨过这个考验 或者是经受住这个考验 但好在我对唱歌这件事情特别轴 我就认为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 我就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 没有什么难的 我就 更何况我在跑场的时候是有一个舞台给我嘛 就每天有一个舞台让我唱歌 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有好多歌手都跟我说过 它是因为一些问题 才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声音 那现在我们不能感受一下 你这样特殊的声音 如果是你之前会怎么处理一首歌 之后又出现什么样的质感 有一首歌一直是 到后来我声音受伤以后 一直不敢尝试 那首歌叫牵挂 那是我声音状态最好的时候 就是还出车祸之前 尤其是今天 我来现场排练的时候 我说原来我可以好好地唱这首歌了 那赶快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最巅峰的声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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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nds 可ek ryn 说爱我的头发 有温暖的牵挂 喜欢我的沙发 说感觉有个假 还笑得那么傻 他也那么爱你吗 也等着你回家 有温暖的头发 有温暖的沙发 和你的牵挂 No way 你爱他 挽起了就沙发 缘分的无常太大 我并不能 我挽起了头发 你总问着他 我忘了回答 Oh yeah 好喜欢听你唱现场 哦谢谢 真的 我觉得现场那种小味道 就是有一点点那种 随心所欲的感觉 都会让你觉得好过瘾 可能声音的亮度啊什么的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 但是我可能就是 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 方式变得不一样 味道不一样 对 而且内涵的情感 也不一样了 孙叔叔 你感受到这份牵挂了没 真的 接下来这道问题 听你唱歌 总感觉你是个有心事的姑娘 是不是有憋在心里很久 没说出来的话呀 真是不瞒你说 我第一次听你的歌 就包括碰到你本人 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不是一见面就让你觉得 特敞亮的那种姑娘 她是觉得心里有事 有很多内在的情感 没有办法直接的 向你诉说的那种姑娘 所以我才会用唱歌 今天能说吗 有很多事情 我一直放在心里面 因为尤其是对爸爸妈妈 后来看中国好声音播出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爸爸妈妈的表现 是非常激动的 就是我能够感受到 他们压在心里太多年了 对 当时我看到播出 我自己都哭得跟什么样 感动得不得了 对 其实今天呀 我们瞒着坚持 让你爸爸妈妈对你说了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不好 谢谢我们是你的爸爸妈妈 当年卖了丸子供你唱歌 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 不管你能不能成为大明星 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当父母的最希望儿女的幸福 现在你也成家了 将来你也会成妈妈 我们希望你们相互扶持好好过下去 这是爸爸妈妈刚刚发过来的一段短短的视频 相互扶持好好过下去 这是爸爸妈妈对你们两位的嘱托 爸爸妈妈也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生活 然后可能他们最想要的就是将来生一个宝宝啊什么的 所以希望能够早一天实现 今天金石来到我们非常新发布的现场 主要就是发布他的新作品叫做好好过 谁会为金石来推荐他的新作品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觉得金石的嗓音是非常非常的好听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他不断的给大家惊喜又好的作品 我觉得这是一首充满了温暖的歌曲 因为无论是跟自己的爱人 跟自己的朋友 跟自己的亲人们 我们都希望能够好好过 因为在一起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时间都去哪了 别人都在问我们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好好过吧 金石加油 这是一首非常温暖 非常有生活感悟的一首歌曲 我希望大家能花一些时间去仔细的品味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好好过 这一次他这个新单曲啊 我想跟他这个丰富的人生经验呢 能够完全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最适合诠释 也能够表达到最好的地步 恭喜金石 你要好好唱我 谢谢 谢谢三位 好好过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最大的愿望了 对 来 接下来请允许我隆重的邀请 金石走上发布台 至发布辞 好 说到好好过这三个字 我觉得他的含义有很多 跟你的爱人好好过 然后自己好好地爱自己好好过 对家人跟对朋友都是一个很好的回馈 其实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 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 我想要把所有的想法放大 后来我发现 其实唱歌就是很简单的说话的方式 我想要面对面地告诉你 即便以前有很多的遗憾 有很多的挫折 有很多的无奈 那都是发生在过去了 我们回不去了 而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地爱自己 爱家人 珍惜身边所有相遇的人 好好地过好每一天 那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未来在等你的那个人 也是最好的回馈 所以我今天趁这个机会 想要送出来自我心底里的这句话 好好过 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一个情感歌者 矜持为你带来她的新作 好好过 一起 再坐一下就走 好真不会太久 不过想看看 回忆成了朋友 你我在指尖手 最终不能坚守 后来你各曾来过 各曾断流 等候 注目后还没来的幸福 以后 无面回想 那感动 什么感受 才是如果你出现 我左右 它会变点痛 好话过 不是说 比谁好过 我们心情自若 我便是软我 只因不惧所措 被犯了作 淹没 我 我 好话过 好话过 不是说 有谁好过 把作梦交扮桌 反而执着 你的心情断过 我的难不是我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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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能深情自若 掩饰不软弱 只因不知所措 非凡的作严谋 好话多声说 有谁好我 洒脱 动脚烂热 犯了执着 你的心情有空 感到已不是我 不是我 珍惜当下 珍惜身边每一位人 好的 特别高兴地宣布 今时今天新作品发布成功 本节目嘉宾礼品 是由八斤八切好钻石 金嘉丽钻石独家提供赞助的谢谢了 好喜欢你的歌 谢谢 非常新发布不一样的明星发布 我们下期再见 那个时候我都没敢想让你签名 真的 我就看着你像风一样就过去了 从我旁边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她是你妈 妈 你的儿子滔滔回来了 原来不能接吻和不能挨着嘴 那是家规 我现在才知道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